我们不去偷,我们不去抢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不会打 你要努力读书,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 如果没有周星驰 徐娇或许根本不会成为一名演员 小时候的他兴趣广泛 家人有意将他往主持人和设计师的方向培养 小小年纪就让他加入了宁波电视台旗下的艺术团 开始进行小主持人训练 2006年 周星驰开始筹备自己的新电影《长江七号》 在老师的推荐下 徐娇的妈妈带着他去了选角现场 当时一起参加面试的小孩多达几大 其中大部分都能歌善舞准备出发 在看过一众小朋友的表演里 徐娇和妈妈全都泄了气 他们都觉得最后被选上的几率不大 毕竟比徐娇长相出色才艺丰富的人 实在太多了 但毕竟是一次在大众面前展示自我的机会 怎么说也是一种锻炼 本质不浪费任何一次机会的态度 徐娇还是参加了面试 于是有趣的一幕便发生了 当被问及有什么才艺时 别的小朋友不是唱歌就是跳舞 唯独徐娇十分另类地说他会报菜品 可没想到刚报到一半 他又突然忘死了 周星驰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又问他此刻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 徐娇嘴比脑子快 直接就说他想睡觉 正当他为此后悔不已时 周星驰却说他很有趣 随后就将他交给副导演 在另外又试了几场戏后 周星驰直接就定下了他 那时的徐娇并未想到 他的人生从那一刻开始 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拍戏哭不出来怎么办 徐娇妈妈用行动告诉我 该出手时就得出手 看过长江七号的朋友 应该都对小迪知道父亲去世后 伤心哭泣的一幕印象深刻 因为这一哭 实在是让人忍不住跟着心走 但实际在拍摄这场戏时 徐娇根本哭不出来 在一连恩聚了二十多次后 时间已经来到了深夜 工作人员都十分疲惫 周星驰几番引导失败 徐娇还是哭不出他想要的效果 无奈之下 周星驰便找到徐娇的妈妈商量 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徐娇快速进入状态 伤心地哭出来 谁知妈妈是个狠 找到徐娇后 就在他小腿上狠狠掐了一把 周星驰甚至还没来得及阻止 不料这招进出奇的奏效 徐娇立马便眼泪汪汪地哭了出来 周星驰立刻叫人开机 并引导徐娇说台词 结果就意外造就了惊艳的疑问 对此 徐娇只想说 那不是眼睛 那是真的疼 虽然妈妈对徐娇是真下的去手 但周星驰却对他十分偏爱和包容 在拍摄父子俩躺在床上的戏份时 按照剧本设定 他们家没有风扇 房里十分闷热 周星驰就想让徐娇稍微撩起衣服 将肚子露出来 因为这样会更符合男孩子的性格 但已经懂得爱美和害羞的徐娇却不愿意 而一向追求细节极致的周星驰 这一次却选择了妥协 看到徐娇面露难色后 他立刻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再也没提起过 徐娇是怎么凭借一部戏 持续混迹各大颁奖仪式的 这是人们在第36届百花奖红毯仪式上 看到长大后的徐娇后发出的一顿 人们所说的这部戏就是长江七号 大部分人对徐娇的印象 还停留在14年前 他10岁的时候 那一年他凭借长江七号 成为了最小新女王 不仅各种片约和采访街道的手软 还成为了周星驰的干女王 这可是连后来的凌允都没有的代用 然而谈到这部将徐娇一剧跑层的电影时 徐娇却坦言那是他的童年音乐 周星驰拍戏时出了名的言和认真 徐娇那时并无任何表演经验 因此拍摄过程中被N剧二三十次 完全成了家常便饭 这对一个只有10岁的小朋友来说 无疑是一种折磨 好不容易电影杀青 徐娇本以为这下可以彻底放松了 没想到三个月后 他再次接到了周星驰的电话 让他去给电影亲自配音 而且担任他配音指导 还是周星驰本尊 于是他又将拍摄时的鼓 又长了一点 在别的小朋友四处玩耍时 他却在拍戏 在同龄人还在母亲怀中撒娇时 他却在周星驰的严格要求下配音 虽然那时的他觉得非常痛苦 但正是这种痛苦 让他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电影上映后狂烂五千多万港币的票房 成功夺下了当年的香港票房冠军 并成为了人们百看不厌的经历 后来的他凭借这部戏出席了很多颁奖店 其实一个演员是否成功 并不在于他演出了多少角色 而在于他有多少角色能被人记住 只要有一个角色被人记住 那么他就是成功的